薄熙来狱中不安分习近平忌弹造反未批准出席岳母告别式 12月9日据多维报道北京时间12月8日中国开国少将胡锦生遗伤范承秀告别仪式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西院告别厅举行暂时未知身在狱中的女婿薄熙来女儿补开来是否获批准见她最后一面 据港媒星岛日报12月9日报道虽然范承秀是拥有80多年党领的老革命但除了其离休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陈希也有其他现任中共中央领导人致送花山 告别听上方挂着沉痛悼念范承秀同志黑底白字横幅两侧从屋顶垂下巨幅对联代破了各位给送您像范仲淹后人的革命一生 范公后人大家归宿自幼备场困苦意志更坚 年方吉吉毅然投入抗日红楼始终牢记先人后体先优厚乐 革命战士女中豪杰一生历心风雨初心未改 对至七一游能被送入党誓言真正现行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现场并派发 京中共官方审计的范承智同志申平 指她1937年节地投奔革命 一年加入中共 1958年错话为右派 直至20年后才平反 是中组部离休半部 生前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薄瓜瓜道辞 男儿四海未家 薄熙来夫妇和儿子薄瓜瓜花圈进宪灵堂 流亡海赖的薄瓜瓜的悼念文章道光 称疑与老郎道别十年之久 文章写道 这些年 常有人问我 蒋家吗 我心里总会默念 男儿四海未家 怎会小家地语的有蒋家一说 然而 何谓家 中国是家 给予我的是神圣感 爸妈是家 那是我精神的摇篮 儿敦姥姥共餐 才是我天长挂住的家 的场景 近年天涯咫尺 我已习惯过着看不到姥姥的日子 但我早晚念到 爸 妈 姥姥 他们是我每日的天化 生活的向导 薄瓜瓜回忆了与姥姥相处的点点滴滴 披露11月23日 在姥姥最后的时光里 两人秃了两小时零四分四十秒的视频 薄瓜瓜说 姥姥以嫁和妻去 提醒她形势要顶先立地 分清主刺 家以国为重 家可以为国牺牲 为国蒙羞 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对任何人都要理解包容 志向不可自私自利 要为造福人民而立 此外 现场也派发布开来 五姐妹撰写的文章 深情回忆母亲一生 称 妈妈一生光明磊落 种辱不惊 书才仗义 用光明的心态带领全家 走过一段又一段艰难时光 我们会永远铭记 您和爸爸的教导 有尊严的活着 昂首挺胸 走在大街上 走在人群中 做一个大街的真正的人 并将分寻主托 无论身在何处 家国大义 人民至上 此外 12月8日 前去教宴的大都为白发苍苍的老人 估计有上百人 致送花圈的除了中组部部长陈希 还有最多的军方将领 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员副主席 石浩田和中央军委员委员 于永波 李继麦等 现场不见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 致送花圈 薄熙来夫妇的花圈放置在横幅下方最左侧 尚书 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令儿 熙来静晚 令儿 是古开来的密称 薄瓜瓜的花圈 则与孙被一起放置在遗体前排 范成秀 11月23日在北京失事 享年99岁 两周之后才举行告别仪式 她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 抗日女战士 或中共官方平下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薄熙来为或准宝外出席葬礼或难以走出秦城监狱 外界对于薄熙来是否会因岳母去世得以宝外出席葬礼颇为关注 而最终薄熙来并未获得特色 2012年薄熙来和古开来因重庆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坚事件 先后被捕 有传闻称 当年90岁高龄的范成秀曾亲自为古开来和薄熙来委托律师出庭辩护 其后薄熙来被以受贿 贪污滥用职权等罪 2013年判处无期徒刑 古开来则被以 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 2015年底简为无期徒刑 两人目前分别在北京秦城监狱和河北省的燕城监狱服刑 薄熙来和古开来的儿子薄瓜瓜目前在中国境外 曾有消息称其就职与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的鲍尔集团 薄熙来入狱之后 其二姐包结盈去世 并于2019年12月在北京八岛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 当时新楼送上的花山中曾出现薄熙来送的花山 在现场特别引人瞩目 有媒体原因法律专家的说法称 薄熙来夫妇当年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影响其民事权利 坐向监狱提出申请 有为亲属分散的可能 不过也有分析就目前情况而言 薄熙来走出秦城监狱的可能性很小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 在秦城监狱服刑人员 除了身体健康原因 比如已经于2013年去世的北京前市委书记陈希同 2004年就因生病申请 保外就医 几乎没看到有因为家是可以申请短期外出的 即便是薄熙来自己也并没有相关权利 2019年11月24日 薄熙来二姐包结盈因病辞世 之后的告别仪式上薄熙来当时只送了花山 并没有出遇到现场送别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 薄熙来在中共政治话语中的敏感性并未消除 首先 尽管薄熙来已落马近十年 但重庆政坛持续数年的速度行动 尚未翻过一页 中共重庆市委 2021年10月24日通报关于中央第六轮巡视的整改进展 仍称将持续深入肃清薄熙来 网易军流毒 其次 中共官员在19届六中全会闭幕后 于11月1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 薄熙来与曾经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等庶名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老虎 被作为负面减评决入这份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第三个方面原因在于距离中共二十大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中共已经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为重中之重 比如12月6日 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 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发言要求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更何况此前还有传闻称 薄熙来在秦城监狱参加集体活动 喜欢练书法 写给官方写申诉信 要求重审他的案子 可见如果有外出机会 薄熙来会有什么动作官方无法掌控 所以从以前几个方面分析薄熙来出狱参加其岳母的告别仪式可能性很低 舆论之所以会关注薄熙来并抛出这样的话题 不过是因为秦城监狱的特殊性 使贪腐高官们一旦进入高墙内 他们的信息也就进入不透明阶段 其服刑情况和生活情况 公众都无从得知 只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建筑报端 如此面纱之下 立刻出现就不令人意外 时刻新闻编辑播报 这句话题 提供关注评论